大家好,我是柴 我是柴 用看影片的方式來看一本好書 歡迎收看第40集夯班署看書 在上一支影片我們探討了 金錢心理學這本書中提到的 最常見的消費迷思 相對性偏誤 今天要來聊聊除了花錢時的不理性之外 另一個我們在做預算分費的時候 也常落入的一種心理偏誤 心理帳戶迷思 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明明做了完美的預算規劃 像是新封代理財法 或者是六罐子理財法等等 但到了月底還是存不了錢的原因 這個心理帳戶是由經濟學家理查賽勒 所提出的概念 簡單來說就是我們的消費行為 其實跟公司組織的財務行為很像 就像公司內的每個部門 在每個年初的時候都會分配到一筆預算 讓每個部門可以依照需要來做支出規劃 如果提早把這預算花完 就得等到下一個快進年多才會有新的預算進來 我們在平常的日常生活裡面 也會習慣的把收入分配到不同的支出類別 例如租金、帳單類 或是生活用品、娛樂類等等的 就算不是刻意的做規劃 或者是真的使用信奉帶來理財 我們也很常使用信奉帳戶來管理自己的錢 只是我們不見得會察覺到自己正在這麼做而已 但是話說回來 這樣子的帳戶管理方式聽起來其實還滿合情合理的 到底哪裡會出錯呢? 我們從以下這個例子就可以找出魔鬼藏在哪裡囉 假設你在網路上花了一千塊 買了一張派可老闆的演唱會門票 開演當天你到了小巨蛋發現皮獎一打開 Oh my God 我的票沒去啊 那幸好還有另外一張千元大超 請問這時候你在現場會再買另外一張票嗎? 我覺得我不會耶 因為畢竟先前已經花了一千塊買票了 把票搞丟到其實已經夠衰的了 沒有多餘的錢可以再重新買一張 就算是現場再多花錢買一張票啊 之後也會覺得看這場演唱會好像花了我整整兩千塊 也就是兩張票的價格 那不然我們再換成另外一種情境好了 假設你事先沒有在網路買票 是決定到當天那現場再賣 一樣到了小巨蛋售票口 打開皮獎發現原本裡面有兩張千元大超 怎麼有一張不見了 還有還有一張一千塊 那這時候你會買票入場嗎?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話我應該會買票 因為掉了一千塊跟買票看演唱會好像沒有什麼關係啊 那如果再問你啊 看這場演唱會到底是花了多少錢? 這是小學生初選嗎?當然是一千塊啊 大家有發現哪裡怪怪的嗎? 如果純粹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啊 這兩種情況其實都是遺失了一張面額價值一千塊的子選 但從人類的角度來思考 就會產生完全不同的行為和結果 這個就是心理帳戶的迷思 就像是公司部門的預算分配啊 如果看演唱會的預算已經花完了 例如已經先買票了 就不會再增加預算 所以我們就不會再多花錢買票 但如果掉的是皮甲裡面的鈔票 因為它還不屬於任何的特定項目啊 就好像是一個總帳戶裡面掉的錢 我們就覺得看演唱會的帳戶並沒有損失 所以最後還是會買票進場 但如果我們從理性的角度來看啊 我們的支出決定不應該受到想像中的這個帳戶影響 因為不管是看演唱會的帳戶 總帳戶或是其他任何類別的帳戶啊 這些帳戶裡面的錢全部都是我們的錢啊 但是我們卻常常不自覺的在做這種心理帳戶分類 甚至導致不理性的決定 例如說把錢存在利率很低的活出帳戶 卻不先僥倖信用卡的卡費 每個月繳很高的循環利息 像我自己以前剛出社會不懂事的時候 也有這樣子的盲點喔 覺得每個月繳信用卡的錢啊 有一個預算的上限 如果信用卡費超過了 就算手邊還有其他的錢啊 也寧願先存在銀行 而不是先繳給卡費 現在想想這樣真的其實還蠻糟糕的 因為循環利息是以日計息的 如果真的不得已要動用的時候啊 記得要盡早能還多少就還多少喔 換句話說我們應該避免讓這種分類法 左右我們啊 對這些錢產生不同的思考方法 甚至影響月底我們可以存交多少錢 另外如果是自治力不高的人啊 心理帳戶還可能會本末導致 延伸其他更嚴重的問題 像是可塑性心理帳戶的迷思 因為我們使用心理帳戶的方式啊 並不理性 所以就有很多灰色地帶啊 像一些公司會利用這種會計手法和漏洞啊 做出一些創意會計一樣 我們也會隨意扭曲這個支出分類 來改變規則 例如明明已經沒有和朋友唱歌的娛樂預算了 那就把唱歌這一筆支出啊 算到餐費去好了 反正唱歌啊也會吃吃喝喝啊 自己打掉了娛樂和餐費 這兩個帳戶之間那道分隔牆 還有另外一種是編造故事 加以合理化 或是巧令各種其他的支出 例如我只在下雨天的時候啊 因為心情比較不好 所以買一杯比較貴的星巴克 慰繞下雨天還要辛苦工作的自己 然後就這樣子啊 心理帳戶裡面啊 又多出了一個下雨天的星巴克帳戶 畢竟啊 所有的規則都是我們自己訂的 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可以隨時隨地放心的修改這些原則 來符合我們當下的需求 而這些啊都是造成就算做了預算規劃 還是存不了錢的關鍵原因 心理帳戶雖然有可能會錯誤引導我們的注意力啊 影響我們做出錯誤的支出決定 但它也並不是毫無用處啊 尤其是在我們認知有限的情況之下 沒有辦法面面俱到去考量到 一筆支出所有的機會成本的時候 心理帳戶有時候也是一個有用的捷徑 讓我們可以維持一點財務的秩序感 只是我們必須更小心地去使用它 做出更謹慎的預算規劃和原則 才能有效地去掌控這個支出 但是啊如果真的是不擅長掌控支出 或是每次預算規劃都失敗存不了錢的人啊 也可以試試用更簡單的 心理帳戶分類方式來規劃預算 把除了必要和固定的開銷 像是房租帳單這類支出獨立出來之後 其他的生活花費啊就以一周為單位 編列一筆任意花費的廣泛類別支出的預算 每周一的時候啊可以得到一筆任意花用的預算 不管是存在儲值卡也好 放在信封或是皮夾裡面也好 就可以更直覺地掌握這筆預算是如何的被自己花用 每次消費決策的機會成本啊也會更明顯 這本由當艾瑞莉和傑夫克萊斯所合著的 金錢心理懸道狀況 還有很多有趣或是我們從來沒有發現的花錢迷思 有興趣可以找這本書來看看哦 如果覺得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可以給我們一個喜歡 也歡迎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是柴鼠我們推廣閱讀 夯番鼠看書我們下次見 掰掰 欸剛剛講到那個預算分配啊 以每個禮拜一次來做一個規劃 我覺得跟我們以前小時候領利用錢還蠻像的 反正一個禮拜七千就隨便你看你要怎麼去花 啊我想起來我是一個月也是一個月四千 怎麼那麼好 他說一個禮拜一千啊 日日比比較好的就可以一次給你比較大的錢 但是如果你容易把它亂花掉的話 就是拆成細項給你 所以我媽媽小時候就發現我自制力不是很好的 跟我們這時候在澳洲打工的時候很像 周星 對 而且他們都固定是在禮拜四的時候 禮拜四的晚上就會發現 路邊的那個酒吧開始人就變得很多很多 對 那感覺真的很不一樣 就是每個禮拜都有錢進來這樣 然後錢都變得比較小 每個禮拜都可以期待領薪水啊 對啊 就是大概禮拜三就可以期待 隔天禮拜是領薪水 領完薪水 欸禮拜五上一天班 然後就要放假了 然後再隔三天又要再領錢了 對 好才會 好才會